今天白天的第五天 講話說 現在中營是越來越阿伯 有控告人員報告委員去上班 一間十五人 沒說要白天 求是給中營要求要簽 沒要白天的董議書 回來國內還要交出三報 給這個共識 有控告人員被別丟在國外 做老婆的人 政府做煩惱和靠出來 講話新聞今天站出來 在總統府政 南佛控義 帶到甄智英書 希望副總統跟他們走三天 二十五名會員在總統府政 抗議 中營百天 第五天 講話說中營是越來越百度 沒請沒百天董議書 在把控告人睡在委員 我有看到 所以我很確認 並不是只有我女兒一個人 是全部 因為那頭媽媽真得意 只要沒百天在國外公 就算沒辦法回來 必要求簽董議書 而且叫三百貨公司 律師說這樣更違法 講話新聞希望總統幫忙 跟總統府上告定情書 百萬囂難 和國外公中營還沒中火談判道 百天行動作成航班出銷 六色英雄超過10萬人 相公的態度 雖然都很難到 就怕百天還沒結束 自風入風 兩百貨公司 一個小�ona 老耶 一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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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貨公司